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學阿彌陀佛 好啦 來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 來看一下下 我們先把那個藍色那一張拿出來 看一下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到底學的哪些 第一會 第二會都結束了 然後第三會 我們正在進行第三會 也就是道立天公會 然後今天要進入出發新功德品 也就是第十三品 再來你們上次應該是前一陣子應該是上十敏十忍 還有阿生祈品 壽命品 菩薩住處品 一直到佛布斯裔法品 上到這邊 那離世間品上完了 入法戒備品也上完了 所以剩下的一二三四 後面有四品 如來向海品開始 一直到興祈品 這裡有四品 還沒上 那實地品 這陳老師的 不要理他 那我負責的部分呢 就是出發新功德品 順著上 然後還有實行品 以及實惠相品 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要依序順著我們 之前上的范行品嘛 這個 那時候是幾月 我也忘記了 范行品 我上次上課的時候 我也忘記是什麼時候了 應該是十二月啦 十二月的時候上了范行品 那我們今天呢 是四月 開始上出發新功德品 好 那麼出發新功德品是在第三會 也就是所謂的道立天公會 那佛方的是兩祖子的光 那慧祖是法慧菩薩 法慧菩薩 那講的是十柱法門 好 那麼這個部分我們就簡單帶過啦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道立天公會總共有六品 這都在複習了 這六品呢 按照探旋記的分法 他把前兩品叫做道立天公會的序分 也是類似開幕典禮的意思 那麼第三個十柱品 范行品 以及今天要介紹的出發新功德品 還有最後一個明法品 這四品呢 是道立天公會的正中分 正中分 那麼正中分裡面這四品呢 依法藏的分法 他把十柱品 范行品 出發新功德品 就是這前三品 稱為這個十柱法門的自分型 那十柱法門修行圓滿 那要盛進到下一品 下一個這個應該是什麼品 同學 有沒有印象 是什麼法門 十柱再來是什麼 十柱 那就要加修這個 就是透過明法品 也是所謂的盛進到十柱法門 所以他這個 前面這個叫自分型 也就是十柱法門的自分型 利用前面這三個品 十柱品 范行品 出發新功德品 來做介紹 那要盛進到十柱法門的話 那麼就透過明法品 透過明法品來做介紹 然後也要修行啦 當然介紹是理解 理解之後我們還是要修行 那盛進到十柱品去 好 整個道立天工會的結構就是如此 那六品裡面 我們已經完成四品了 那今天要進入第五品 叫做出發新功德品 那在開始介紹之前 我們還是跟同學講一下 書是探旋季的408頁 同學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探旋季408頁 那大症障的部分在449頁 449 好 那我們正式來介紹 出發新功德品 那依探旋季的詮釋 每一品大致上都是有這四顆 先把這一品的品名 那介紹完畢 然後告訴我們為什麼有這一品 那這叫來意 那這一品的中趣是什麼 這三個 三大段介紹完之後 才會順著文來做解釋 那我們現在呢 先來看一下 法藏大師是怎麼樣詮釋 出發新功德品 這品的名 好 來 他說出示名者 本覺內心 大心創起 大心喔 大菩提心創起就是 發起 那故雲發心 故雲發心 形成為立 那叫菩薩 那這個菩薩跟我們平常 尊稱是不一樣的喔 我們平常是尊稱某某菩薩 這個是形成 而且位立 十柱位嘛 所以這個叫做菩薩 那這個 這個發心菩薩呢 他的功德啊 功超遠傑 德廣如成沙一樣 所以叫做功德 所以這一小段呢 法藏就很清楚的 來做這個 出發心功德品的 這個品名的詮釋 發心菩薩功德 好 那麼這一品呢 就是在名 菩薩出發心之功德 是此所變 為減惡聖 不是惡聖 所以叫做菩薩 減忠心 所以叫做 出發心 所以是菩薩出發心的功德 那麼這一品呢 所名的是 出發心所設的功德 不是變發心之相喔 是討論 是詮釋他的功德 告訴我們 出發心菩薩 的功德 是無量無邊的 那如何的無量無邊 如何的不可思議 那當然 以我們所學的 華元一聖的思想來說 這個功德啊 實在是 太不可思議了 好 那也因為他的不可思議 所以呢 在這一品裡面 用了十一個譬喻 用了十一個譬喻 來讓我們理解 好 所以藉由這個 世民這一小塊 我們可以理解 這一品所要詮釋的是 出發心菩薩 他的所設的功德 好 再來 來義呢 來義啊 我們看一下 來義者有三 第一 前柱即犯 這個柱就是實柱 犯就是犯行品 我們剛才不是有說嗎 發心功德品前面這十柱 還有犯行品 這裡 所以他的意思 要看懂喔 前柱就是實柱品 以及犯行品 名的是行位的體 那麼這一品叫出發心菩薩功德品 顯得是他的殊勝的功德 行的位以及行體 都已經做教導了嘛 那麼接下來呢 就是要能夠讓眾生理解 這樣按照這樣的一個法門來修行呢 那麼我們可以有什麼樣的殊勝的功德 好 接下來第二 前品末 前品末出發心時變成正絕啊 那為之此心有何功德便能如此呢 那未來是此亦故也 那麼這裡呢 出發心時變成正絕 我們來看一下下 同學翻到探旋記的 剛才在請同學翻了408嘛 他說前品末 那我們就翻到407去看一下囉 看經文的部分 菩薩摩赫薩如是觀者 找到沒有 以少方便即得一切諸佛功德 常樂觀察無二法相思有事處 出發心時變成正絕 在這裡啦 就是說這一品呢 出發心功德品呢 為什麼會安排在這裡呢 他說啊 這個來意中的第二個就是在解釋 因為前面犯行品最後呢 有告訴我們喔 出發心時變成正絕啊 那到底這樣的一個新的功德 到底是如此如何呢 那就從這裡來做介紹 那我們把這句念完喔 他說啊 出發心時變成正絕 知一切法真實之性 具足會生不由他悟 好這是 范行品最後面 有講到這個部分 那也出發心菩薩功德品 也接續著前面犯行品的教導 來告訴我們喔 這樣的出發心菩薩功德 為什麼這麼大呢 為什麼出發心時變成正絕呢 為是此意啊 所以啊 此品啊安排在犯行品之後 好第三個來意 前二品 以法救機 來前二品是哪二啊 剛剛才講了 十柱品還有犯行品 是以法救機說 令行位有分歧 所以才會有出柱二柱三柱 一直到十柱嘛 所以他的行位是有分歧的 他是以法救機來說 那麼現在要介紹的 出發心菩薩功德品啊 叫做金啊 金則以機救法 他是救法來說喔 那你發心無量無編 那你所感的德量丹環也 無量無編 所以他說金則以機救法顯得量無限 好事故前二 前二就是前面剛剛講的 十柱品以及犯行品 通同別二教 金則為民別教 為一聖玄妙故 那麼夏季中啊 以美顏實戰術故次來也 好的 那麼我們把這一品的來意介紹完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中趣 這一品的中趣 辯初發心是普賢德 其實就是普賢德啦 那因為發心無量無編 當然所感應到的一個德恨也是無量無編嘛 所以他說這個叫普賢德 那這樣的普賢德呢 聚因果 聚因果分量 與法界等喔 所以出發心集成正等正絕 就設所有的因果 那麼他的分量與法界等 法界無量無編 那我們所感應到的這樣的一個德啊 也是無量無編的 好 那麼現在要正式進入這一品的釋文 那釋文這邊啊 法藏在做吞玄妓的介紹的時候 他有告訴我們 這個以前的古德有怎麼分啊 他怎麼分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啊 於此品中有說 就是他那個時候 法藏大德那個時候呢 他們所收集到的資料 或者是當時有人是這樣分的 把這一品呢 的結構分成請 說 證 還有送 分成四大段 請說 證 送 送是寄送 後面有重送 好 那麼法藏呢 他就把他 於中有二 他把他分 出長行 長行 散說 也就是前面的請啊 說啊 答啊 正等等 都是用散 長行的方式來說 那麼後呢 寄送是總色 總色 後寄送總色 所以法藏他沒有採四分的方式 他是直接分長行還有寄送 好那長行的部分呢 你的探旋記說 錢中一二 那就是指長行 叫錢嘛 初是此界 後是解通 這是同學啊 訊息華元經這麼久啦 應該 都有注意到吧 先把此界講講講 然後後面要解通時方 解通時方 先講此界後解通 好 那麼此界的部分呢 又分正說跟正成 這個部分剛才班長有已經拍了 你放上去了嗎 還沒 那等一下下課的時候 請班長就把他PO上去了 那同學很久沒有畫科判了 好幾個月沒有畫科判了 你今天回去要把他補一補喔 好 我們說長行的部分剛剛介紹囉 就是此界然後解通 那此界的部分分正說 說完之後 哇 好多佛菩薩來正成 正成 好 那正說的部分其實也就是兩塊 第一個就是問 有人問 有人答 有人情罰 那當然有人呢 就開示 所以這是正說的部分 開示完之後 後面就正成 正成完 此界如此 那麼十方一切租地 所有 所有所有通通都是如此 所以就有解通 那後面的寄送的部分 是把長行再重送 這樣可以有一點這個結構的觀念了嘛 好 那我看一下這個下一個是 好 那我們現在要進入 我給同學看一下經文吧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叫什麼 大正帳 來同學把大正帳拿出來 449 449 449 我們先看長行的部分 有一點點長 應該是也不會很長 不長不短 叫有一點點長 我請同學 把那個 該隔開的地方隔一隔 來先直接翻到453頁 因為 我們還是考量同學回去 你可能自己還會再讀吧 所以就趁課堂上 我們把一些結構 該畫的就畫一畫吧 簡單畫一畫 寄送 寄送的部分 不是從你現在眼睛看到寄送開始 以探懸器的分法 再從耳食法會菩薩這邊 他就把它分成寄送分 所以這裡把它隔開吧 這前面是長行 後面是寄送分 好 那這一品的寄送比較特別 我剛剛講 他不是直接從這樣真的一送一送來講 他前面還有一個序什麼 序縮意 為什麼序縮意 然後後面才叫正從送 就是你開始看到一寄一寄的寄送這裡 以探懸器法杖的分法 他這個叫正從送 那前面這一小段呢 就叫序縮意 所以你這邊稍微隔開 那我們就知道了 好 那前面都在講長行啊 那剛剛結構講過了 就考考同學動動腦啊 請問長行啊 主要分哪兩個啊 此界跟什麼 跟結通嘛 好那我們現在從這邊把它畫開 來 從這一頁的第三行這個故這邊開始 畫隔開 如此娑婆世界 視天下 嚴伏提菩提樹下 虛弥三頂 妙聖殿上 現在實住 道立天公會 的妙聖殿講法嘛 嚴伏慈法 教化眾生 實放世界千億奈由他 不可量不可數等等等等等等 這就是結通了 結通 那當然呢 就從故以前都在講此界的事 此界介紹介紹 然後後面告訴我們喔 如此界 娑婆世界 我們現在正在妙聖殿上 然後呢 講這一些法 那其他的世界也是如此 所以這後面就解通 這兩大段我們就把它隔出來了 好 那此界又分正說跟正成嘛 來翻到前一頁去 前一頁喔 大政章的前一頁 我們就從後面 這個應該叫452 452前一頁剛剛 好 好 有沒有看到第三欄 有C欄 而是佛神立故 有 說出發心菩薩功德 障 立故 十方 各萬佛 差陳述世界六種震動 然後開始 雨 開始下雨啊 然後有天花 天香天末 這個 這個叫正成 正成 前面就是正說 說完之後 有好多佛菩薩來正成 好了齁 隔開了喔 好 那麼正說的部分很簡單 就是有人問有人答 前面從這裡往前這一大好幾頁都在正說 那正說的結構就是有問有答 剛才好像有給同學看過 在這裡 在這裡 正說 有問有答 那問的話就還有拋出個問題來啊 說出發心菩薩功德到底有多大呢 答就在這裡 所以這一整個經文大部分的篇幅都是答 答 那因為呢 他是如此的 普德 我們剛剛講過普玄德嘛 所以呢很難 很難詮釋 很難理解 很難信受 很難分別 所以在答的時候他一開始 就總探這樣的一個功德是非常甚深的囉 然後講了六個難 講完之後 哎呀怕我們不能理解 所以第二大段叫較量顯勝 也就是那十一個批語 用十一個批語來讓我們理解 哎呀 到底有多殊勝啊 然後第三大段就是當相顯身 當相顯身 所以問題問完了 就是問出發心菩薩功德到底有多大 我用白話來說 他就告訴我們 哎呀實在是 甚深啊不可思議啊 然後用六個難來表達 來解說有沒有 探身令信 然後正說令什麼解 那讓我們相信讓我們理解 那因為很難理解 所以他用十一個批語來告訴我們 那後面的當相顯身就是說 誅發心菩薩功德 他到底他這個深啊 他用這個多深 有一些這個詮釋 來再來幫我們說明 所以結構上應該是可以理解 那十一個批語在這裡啦 十一個批語 好 那麼我們現在回到文理 正誠 正說 正說 好開始囉 正說 正說 正說分什麼呢 分問跟答嘛 那我們就來看他怎麼問的 那就要翻回449頁 好我們現在要講這一段 耳時天地事 所以你知道誰在問了 天地事 也就第四天 擺法會菩薩言 佛子初發心菩薩 為成就己功得葬 這就是問 問 正說裡面的第一大段 問就是一行半 這叫問 那後面法會答 這叫答 從這裡開始一直叫做答 第二大段叫做答 所以我們知道誰問 天地事問誰回答 法會菩薩來回答 所以這個天地事他就問 到底發心菩薩有多少的功得葬 哪法會答言佛子 四處甚深 這是總句 這實在是非常甚深的啦 這樣的一個德是普德 當然是甚深啊 好那我剛講的六個難就在這裡 難知難信難解難說難通難分別 哇好難喔 雖然如此 雖然 我當成佛神力劇主演說 這個應該要拉上來 劇主演說這一行 這個我把它拉上來 欸 不讓我動 欸 這樣 這裡把它縮回去 那這一大段呢 叫總碳甚深 就是正說裡面的答裡面的 就是碳啊非常的深喔 好 你把它隔開 好就告訴我們 哎呀非常的深啊 然後舉了六個難啊 那雖然是這樣的難呢 我當成佛神力喔 因為不成佛神力也難說 所以是法會菩薩 他還是要成佛神力 才有辦法演說 這樣的功德到底有多大 所以這叫總碳甚深 這個答裡面的第一大段 碳甚深 好從這邊開始 佛子 假使有人 供養東方 阿神奇世界眾生等等這邊 這一大段叫叫量顯勝 稍微隔開一下 以後你自己在讀宋的時候呢 你也比較能夠有這個結構的感受 然後慢慢的去 這個跟經文裡面的內容 跟法譯相應 相應 從這邊開始叫叫量顯勝 叫量顯勝 然後叫量是用十一個譬喻 來讓我們知道這樣的功德 是如此的殊勝 好 那至於當相變身那個 我們就等到講到那邊再來說吧 所以現在我們要就碳玄劑的總碳甚深這一段 來做介紹 好 好 那麼回到探選季 他說啊 初問候答答中三 也就是剛才跟同學說的 答裡面就是分這三段 好 好 那麼第一段叫總碳甚深呢 那碳如此的甚深 是為什麼 不是要把我們嚇跑耶 而是要讓我們眾生能夠 升起這樣的一個渴望 想要理解 想要跟著這樣的一個菩薩來修行 這樣的一個渴望 所以呢 令眾生啊 升起西域 好 叹甚深令生西域 那麼後面的較量顯勝 也就是十一個譬喻的部分呢 是要讓我們生其淨性性 而且是清淨的性 那麼第三段的當相變身呢 是令生正結 所以起淨的西域 所以起淨的西域 然後身上的淨性 身正結 來修行 好 那問的部分 經文就是這一段 而是天地是白法會菩薩園 佛子出發心菩薩未成就己功得障啊 好 那探玄記說 那為什麼是天地問呢 因為在天故 在天嘛 之前實行法門在哪裡啊 實行法門在哪裡講 不是實行 實信法門在哪裡講 普光法堂嘛 對不對 好 那麼這裡是生天說的 好 道立天嘛 好 生天說 那為什麼天地問他說 因為在天啊 顯功得志在故 好 那為什麼是法會菩薩說呢 因為 也就只有法會菩薩這種 乘法之慧 方窮功得之際 好 乘法之慧喔 好 好 所以是由天地來問 由 這個法會菩薩來回答 好 那問就結束囉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答 答總探聖聲 就這一段經文 法會答言佛子四處聖聲 難知難信難解難說難通難分別 雖然 雖然 我當成佛神力記主演說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 分成探聖令信 那雖然 雖然 雖然下 就是 這個 這一句 雖然這一句 前面是在探 探聖令信 然後從雖然下面這一句 雖然我當成佛神力記主演說 是正說令解 那還有另外三種詮釋 他說 前 起其西域 後正受法理 那也可以這樣說明 前選慎聲 後明用廣大 用體用來說 體慎聲用廣大來說 又可選前是一大聲 後選較大廣 好 那你如果 有空就把他 我不是做成表格 怎麼會是變成這個 我只是想讓同學對一下 錢是這個 錢 就是很難 甚難 然後六個難 這錢 這錢 然後雖然如此 我當成佛神力記主演說 那就是後 這樣對著看比較好看 我以為我做成表格 對不對 好 好 那我們這裡 開始 看一下 來 初句 總 六句別 探聲令信 這裡 就是第一小段 初句是總 總是什麼 就法慧菩薩說 四處勝身 這個就是總 下面的這個六句是別 別式六句 有多深呢 有多深呢 他說 有難知難信難解 難說難通難分別 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解釋 看一下 拉上來可能比較好對 拉上來 來 字不能知 所以叫難知 那為什麼難信呢 他聞不信 他聞不信 那為什麼難解 思維不解 那為什麼難說 因為言 用言語是很難去做表達的 言宣不明 所以是難說 那難通是什麼 修會不能通 難分別呢 暴生智不能分別 所以他說 四處勝身 好 那還有另外一種詮釋 另外一種詮釋 法葬的詮釋有兩種 把他拉下來 對過來 好來 什麼叫難知 因為叫量難知 叫是叫義那個叫 不是學校那個叫量 叫量難知 好 那怎麼樣難信呢 因為他的意太深了 意深難信 好 那怎麼難解呢 因為思維難解 非是心思口意可理解 難說呢 應叫難說 那欲證難通 那麼難分別是他的數極 這個數非常無量無邊的大 說你很難去分別 功德多大 我們的思義的那個大 根本沒辦法去理解這樣的一個教義 所以他說是難分別的 那極大的根本就是 無法不能思議的 所以這叫難分別 好 所以他一開始就跟我們講了六個難 四處甚深 這是總句 那有多深 因為難知難信難解 難說難通難分別 好 那麼 那就不要學了嗎 當然不是的啊 雖然如此 我當成佛神力 具足眼說 那為什麼要說呢 因為要令眾生能夠理解 所以法障下的標題叫做 正說令解 令解 所以他開始要說囉 好 那麼接下來說 因為實在太難說了 所以就用批譽來說 用批譽來說 那麼這裡有十一個批譽啊 他說啊 較量顯勝中總有十一段較量 那一開始就列了這十一個名啊 義務較量慾 那個悟是眾生的意思啊 對眾生啊 有多大的義 義務較量慾 第二個叫不差較量慾 第三個叫算結成壞慾 第四個善之欲樂慾 第五善之諸根 第六善之希望 第七善之方便 第八善之他心慾 第九善之夜相慾 第十善之煩惱慾 十一是佛功德 共佛功德慾 有共有十一個 接下來 再進入經文 隨文解釋之前 法障有稍微對這十一個批譽 有一個分法 他說論中設以為六 這個論我沒有查到 那到底是哪個論 是把它設為六的 我還沒查到 同學如果有查到 可以這個跟我們分享 他說這個 把這十一個批譽這樣分 分成六個 然後四有三門 那我第一個 他說對前六聖聖 六聖聖既得嗎?剛剛我們唸過 難什麼 難知 難信 難解 難說 難通 難分別 再來第二個是約菩薩 菩提心相識 也就是這個 第三個是約自六丈 那這一塊我想就帶過就好了 因為要一個一個 要這樣去對的話 我們必須要去找出來 而且也必須去理解那個作者 為什麼要這樣對 那我們就把它帶過就好了 同學有興趣可以去查一查 那個論在哪裡我真的還沒有看到 不知道是哪個論 好 再來我們要進入義務較量域 義務較量域 來 我們看一下 我看看要給同學看什麼 看這個 好 義務較量域 先看一下他的科判 科判呢 分兩段 告訴我們 是怎樣的殊勝 那用十從 十從的方式來介紹 好 那第二段呢 告訴我們 為什麼會如此的殊勝 這叫是聖所有 前面告訴我們 哇 好殊勝 好殊勝 然後第二個告訴我們 為什麼會這麼殊勝 為什麼 簡單說一句 因為觸發心菩薩的功德 無量無邊 所以感得的果報 感得的功德 感得的 觸發心菩薩 他所發的心 無量無邊 所以感應到的功德 無量無邊 好 那麼 等一下呢 我們就是要進入 第一個批譽 義務較量域 那待會我會先把 那個大陣仗 我們把它拿出來 大致上跟同學 把那個整個段落 稍微說一下 不過我們先把這個 義務較量域的結構 稍微講一下 第一個就是告訴我們有多大 第二個就告訴我們 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這麼樣的殊勝 好 那因為他很大 所以 所以呢 他採用兩種方式 第一個叫別說 第二個叫通說 通說 好 那麼 別說又分四小塊 通說也分四小塊 基本上等一下的每一個批譽 如果他是一個完整的結構 大部分就是這四小塊 就告訴我們有 廣誓 舉廣誓 然後就問 問之後就答 答就告訴我們 哎呦 出發心菩薩的功德 是無量無邊的 是超過 超過剛才我們所講的 這一些批譽 每一段都是這樣的結構 所以呢 基本上跟同學介紹一下 就是先把這樣子的廣誓 如何的廣誓 告訴我們 接下來就問哦 那出發心菩薩的功德 跟你剛才舉的這一些 這一些事來比 怎麼比 他就答就說 當然是超過啊 這叫達 顯廣 超過 怎麼樣超過 他會跟我們說 所以就是大致上 如果後面的 這個每一個批譽的結構 都是 因為因為他後面有一些批譽 開始省略啦 我就說如果是一個完整的結構 就先告訴我們 這個批譽啊 有多廣啊 然後就問 啊 那跟出發心菩薩功德來比呢 這叫問 然後後面就答 答就告訴我們 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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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告訴我們為什麼 為什麼 好 那我們現在 來看一下下 大陣仗 我們現在要講這一段 從這裡開始 剛才已經探腎生 探了腎生了嘛 現在開始要較量顯腎 第一個批譽叫做意物較量欲 好 他說啊 假使有人啊 供養東方阿生其世界眾生 一切樂趣 這是 供養 做供養之事 而且是供養東方 得阿生其世界的眾生 那供養什麼呢 供養一切樂趣 供養多久 一節 乃之一節 然後呢 然後 然後 教令 令這一些眾生能靜修五戒 好囉 那不只東方如此喔 南西北方 四圍上下都如此 這就是 舉什麼 舉廣勢 廣勢 好 所以他是供養 供養東方的 阿生其世界 這麼多的眾生 一切的樂趣 啊 時間 一節 然後教他們 教令 靜修五戒 教他們 修五戒 而且是靜修五戒喔 那不只東方如此 他說南西北方 上四圍上下都是如此 所以他舉了這個廣勢 那他就說 就開始問喔 問喔 這裡就是問 佛子 於義雲和 彼人功德 寧為多佛 這樣的人呢 能夠教 東方 的阿生其世界 的眾生 能夠供養東方阿生其世界眾生 而且供養他一切樂趣 而且供養一劫喔 然後還教他們修五戒 不只東方如此 是南西北方 四圍上下都如此 這樣的這樣的人啊 他的功德啊 有沒有很大 好 這就問 接下來第三個 就是達囉 達 第四圓 佛子 除諸如來 其餘一切 不能稱量 彼人功德啊 這樣的無量無邊的功德 只有佛能知道 其他人都沒有辦法去理解了 那為什麼 因為 無量無邊 太大了 這是個普德啊 那怎麼樣 怎麼樣能夠 用言詩去做表達呢 所以他說啊 這個 除佛之外 其餘一切不能稱量 彼人功德 這叫達 達 好 那麼 法會菩薩 與 第四圓 從這裡開始 叫變超過 變超過 他說啊 法會菩薩 與第四圓 佛子 出發心菩薩 功德之障 百分 彼人功德 不及其一啊 不及百分之一啊 不及千分 百千分 一分 百一分 千一分 百那有他分 千那有他分 百千那有他分 一 那有他分 百一那有他分 千一那有他分 百千一那有他分 乃至不可數 不可譬喻 不可縮分 比人的功德都不及其一啊 所以剛才的舉廣是 告訴我們 哇這個 這個有人去教 東西南北 阿聖琪 這麼多的眾 世界的眾生 去供養他們 去供養 然後呢 還教他們修 修 五戒 這樣功德很大啊 那觸發心菩薩的功德 來跟這個比呢 他說根本沒辦法比 彼人功德不及出發心菩薩 功德之一啊 這樣可以理解嗎 這叫別說 別說 他現在只是在講 東方阿聖琪世界眾生 供養東方阿聖琪世界眾生 一切樂據 乃至一節 然後 靜修五戒 南西北方 四圍上下都如此 都講這個而已 這是別說 後面通說 後面通說 通說不只如此 還供養十方 各阿聖琪世界眾生等等的 這裡後面是通說 等一下我們要講這一 就講這一段 所以這裡稍微隔開 別說 他特別講東方嘛 再講東方的四圍上下嘛 隔開之後 然後說 佛子複製此欲啊 假使有人啊 供養十方 各十阿聖琪世界眾生 一切樂據 剛才供養 供到哪一方 東方 而且是一阿聖琪世界 不是十喔 供養一切樂據 乃至剛才是一節 現在是百節喔 剛才教他們修什麼 修什麼 剛才通說那裡修五戒 現在說教令盡修十善喔 修完十善 又供養一切樂據 乃至千節喔 已經變千節了 然後教他們修四禪 那教四禪以幼父供養一切樂據至百千節 教令修行四無量心 等等 一直到最後 令進成圓絕 這叫舉了九個四 九個四 第一個是修十善嘛 再來修四禪嘛 再來四無量心 第四個修四無設定 第五個教這樣的眾生得虛圖還國 第六個得斯圖還國 三國四國一直到達阿羅漢國 第九個 教又供養 供養一切樂據至千億納猶他節 然後教令進成圓絕 對不對 好 那麼請問喔 這個人的功德多不多阿 大不大 喔好大耶 可是第四說 比人功德為除佛 這個 比人功德為除諸佛其余一切西不能知喔 所以很大很大對不對 可是法會菩薩說阿 那這跟初發心菩薩功德之障的 根本也沒辦法比 比人功德不及其一阿 不及其一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後面就這一段再告訴我們原因 這樣可以理解嗎 前面告訴我們有多大多大多大 舉了好多事來告訴我們 後來告訴我們 這個法會菩薩跟我們說 這些功德再怎麼大 連佛都不能說嘛 除佛啦 不是連佛都不能說 對不起 是除佛之外 無人可說 已經很大了 可是啊 初發心菩薩功德 比他們的這個 還要大得多啦 沒辦法比的叫變超過啦 那為什麼會如此呢 後面這一段就告訴我們 是聖所有 為什麼會如此的殊勝呢 那原因呢 原因是為什麼 為什麼 那待會我們會帶到 好 這樣可以理解喔 我們要順著來說囉 好 嘿 第三行 第三行 410 410 410在哪裡 430嗎 這是50嗎 這是50嗎 不及其一就是 他有幾分之幾幾分之幾百千萬億 百千萬億 等一下在哪裡啊 我要念一下才知道 這個一喔 這個一喔 這個一是 就是百千分百分乃至不可數不可批譽 不可說分之一 都不夠 都沒辦法比 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萬億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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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限大分之一 嘿你都比不上 都比不上 好 這個不及其一在這裡 好 好 那麼我們 就順著文來說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他這一段先別說 別說東方嘛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通說十方 而且修這麼多 這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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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好 那麼 這樣的 觸發心菩薩功德之障 比這些 這些觸發心菩薩功德之障的 他們這些功德比不上他的幾分之幾 比不上他的一點點 根本沒辦法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義務較量育 較量顯勝十從 那剛才已經知道 他的十從就是分 先講東方 然後再通說 通說 好 來我們看一下 舉廣勢在這裡 供養東方阿生其世界的眾生 第一個 所供是廣的 好 再來 供養什麼呢 供是廣 就是供養他一切樂趣 好 在時間呢 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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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而且教教導 教導 令靜修五介 所以這叫利益廣 利益廣 而且南西北方四圍上下都是如此 都是如此 所供廣 共識廣 共識的廣 一節 那利益廣 因為叫靜修五介 而且 南西北方 亦是如是 這一段 叫做 舉廣勢 所共廣 共識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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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廣 好 那麼 正正問 佛子 亦亦云和 彼人功德 寧為多佛 好 答 第四圓 佛子 除了如來之外 其餘一切不能稱量彼人功德 就是剛才舉的這個 這幾個四廣 他說 只有佛才能知道這樣的功德有無量是多大 好 那麼 在這邊 法慧菩薩與第四圓 佛子 除發心菩薩功德之障百分 彼人功德不及其義 你們那本課本好像把百分放到這裡 我不太記得了 你看一下你的探旋記 除發心菩薩功德之障 他把百分放在豆點後面對不對 我是覺得把它放前面比較好 你放後面也可以解 但是我們把它放前面的話會比較好理解 除發心菩薩功德之障的百分 比人功德不及其一 不只百分不得其一 不及其一千分百千一一分等等 那有百千一那有他分 乃至不可數不可批譽不可說分 比人功德都不及其一 好 這樣還是有一個數量的感覺對不對 事實上是無法用數量去做表達的 好 剛講的是東方 然後他說南西北方也如此 那接下來通說 通說剛經文帶同學看過了 一樣先舉廣式 剛才舉了廣式 是只有四個廣 那現在要講九個 再來問喔 問說這樣功德 這樣功德大不大 這樣功德大不大 那第四天就說 很大很大喔 除了佛之外 沒有人知道有多大 那法會菩薩說 這樣觸發心菩薩功德之障 的不可批譽不可說分 那一個人的功德還不及其一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九世是哪九世 就剛剛講的 供養十方各十阿生其世界眾生一切樂趣 現在是供養十方各十阿生其世界眾生一切樂趣 乃至百節然後交令靜修十善 修十善以佑父供養一切樂趣 乃至千節然後交令靜修四禪 然後百千節修四無量心 一節修四無設定 百一節令得虛陀還果出果囉 佑父供養一切樂趣之千億節交令得思陀寒果 佑父供養一切樂趣之百千億節交令得阿納韓果 佑父供養一切樂趣之億那猶他節交令得阿羅漢果 佑父供養一切樂趣之千億那猶他節交令靜修圓絕 好了想一切就這九四 這九四好 好的來我們來看一下 一這個 這裏把它做成表格就是這樣 宏羞有興趣可以自己做一做 剛才通縮這裡是講 十方阿生其世界眾生一切樂趣一節靜修五戒 那現在是十方各時阿生其世界眾生 一切樂聚百節交靜修時善千節 你這樣做成表格就會很清楚 就會很清楚 剛剛那一段經文 你就這樣對著看 那就不用一直念一直念了 念得好長 好 這九個四 他說啊 這樣功德多不多啊 這樣的功德除了佛之外 沒有人可以知道 好變超過 法會菩薩就說啊 根本不能比 叫變超過 好再來為什麼可以這樣殊勝呢 等一下就是要解釋這一段 不過我們先休息一下好了 好勒 那我們剛才已經別說之後又通說了 告訴我們如此的殊勝 這個那現在告訴我們到底 我們現在要來理解啊 為什麼會這個原因到底是為什麼啦 為什麼可以如此的殊勝 好那你的大陣仗接著看呢 這個我剛剛不曉得第幾頁去了 我也懶得啦 你自己看著辦 這邊我把它縮小一點不然看不到 從何以故 這邊就是告訴我們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們說啊 剛才這一些啊 供養這麼多的眾生 然後又教導他們 都已經啊 修五戒 修十善 修四禪定 四五亮心等等 一直到這也正得是果啦 然後也成圓絕啦 這樣的功德那麼大 那為什麼 促發心菩薩的功德呢 的百千萬分之一 乃之不可數不可披育不可說分 比人功德都不及其一呢 他問我們 為什麼呢 就從何以故這邊隔開啦 好 他說啊 佛子 一切出佛發心時 不謂供養十方各使阿生其世界眾生 一切樂趣百節乃至千億 那由他節 故初心於世 這一段講的 這一段講的就是剛才講的這一大段 一切諸佛出發心時 不是只為了供養十方 剛才不是先講東方 然後後面又講了 講了這個十方各使阿生其世界眾生嗎 對不對 他說啊 一切諸佛出發心時 不為了這樣而已啊 不為供養十方各使阿生其世界眾生 一切樂趣百節乃至千億 那由他節 故初心於世 一不為教而所眾生 也不是只為了教導這一些眾生 靜修五戒十善四禪四五亮心四五色定 虛陀還果 師陀還果 阿那還果 阿羅漢果 辟之佛道 故初心於世 不只是為了這樣而已啊 那到底是為哪樣呢 來就在這裡 下面有十二個 十二個原因 第一個 他是欲不斷佛總顧發菩提心 第二 欲充滿十方一切世界顧發菩提心 剛才講的那一些我們都覺得很大的功德 無量無邊了 可是告訴我們不只是這樣喔 他發心的原因是為了不斷佛總喔 為了充滿十方一切世界 不是只有剛剛講的那個十方 不是只是為了十方的十阿生其世界的眾生 而是一切世界 西欲度脫一切眾生故 不是剛剛講的那一些眾生而已喔 雖然那些眾生已經無量無邊了 可是初發心菩薩 他想要度脫的是一切眾生 所以發菩提心 欲充之一切世界成壞故發菩提心 這第四句 第五句 欲充之一切世界中眾生 能夠盡其故發菩提心 欲充之一切世界自信清淨故發菩提心 這第六句了 第七欲充之一切群生虛妄煩惱習氣故發菩提心 第八欲充之一切眾生 第八欲充之一切眾生 十此生彼故發菩提心 第九欲充之一切眾生 諸根方便故發菩提心 第十欲充之一切眾生 心心所念故發菩提心 十一欲充之一切眾生 十一切眾生 十一切眾生 發菩提心 不是只有現在喔 三四喔 好 第十二欲充之一切諸佛平等境界故發菩提心 所以他發的心這麼大 所以當然不是剛才舉的那一些所謂的廣可以比擬的 那個根本就不夠看 有沒有看到是一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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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發心就是這樣 那感得的果 感得的功德當然是無量無邊的啦 所以他就告訴我們這種原因啦 原來啊 初發心菩薩 他是用這樣發心的啦 好 那麼 到這裡就是我們的第一個譬喻 第一個譬喻 好 那回到探玄祭 回到探玄祭 好 來 第一個 何以故 叫正爭責 爭責有惡意 他說啊 如前所說功德已經非常多了啦 何因彼此而非類呢 他說啊 因為初發心菩薩不為其限而所等 所以啊不可比的啦 好 第二個 那麼初心菩薩到底有何聖德而超過前衛呢 他說啊 剛才我們不是念的嗎 十二個原因啦 他說啊 所以不斷佛種等故事故過前也 那下諸文皆準之 好 那事成的部分呢 剛剛念的其實有兩小段 第一個告訴我們 初發心菩薩功德 不是只有剛才所舉的那一些廣 不是只有那些 不是因為只是那些 不是只是為這樣的一個眾生 這樣的時間 不是只有這樣的一個教導而已啊 所以他說啊 明不為其限是故發心也 顯前是廣啊 非為廣也 那第二個 欲不斷佛種下 剛才我們念的十二個 第一個叫不斷佛種 明啊 為無其限是故發心 剛才那邊講的廣 再怎麼廣 他還是有一個限制的啦 那麼這邊呢 告訴我們是為無其限是故發心 為一切眾生嘛 對不對 好 事故懸此超過彼也 好 那第一段就是剛剛講的囉 一切諸佛出發心時 不為了供養 剛剛講的這一些世界 就叫十方各使阿生其世界 眾生一切樂趣 這麼多的時間出心於世 也不為了教導這一些眾生而已 而且也不是只教導他們這一些法而已 他們諸佛出世 所以這叫不為其限故 好 那到底為什麼呢 就剛剛講的十二句 第一個 不斷佛種故發菩提心 出發心菩薩 遇不斷佛種故發菩提心 這個是總句 總句 那麼下面十一句是別句 那總句 這個不斷佛種 以法杖的詮釋 他說這個叫為過 是種 以菩提心是佛種 菩薩橫起 所以叫不斷 不斷佛種故發菩提心 又菩薩化眾生 立如來種種 不另取小果 所以叫不斷 所以不只交五界等等 所以叫欲不斷佛種故發菩提心 這個叫為過 那麼下面有十一個 十一個 那探旋句說 餘句是別 是別 來第一個探旋句叫心過 就第二句了 欲充滿十方 一切世界故發菩提心 那法杖說 準下 應云 欲以慈悲心充滿十方界 以慈悲心充滿十方界 所以叫心過 過是超過 不是過錯 是超過的意思 心過 那番茄十生其界 因為這邊講的是十方一切世界 那剛才舉的那一些 辟欲是十阿生其界 十阿生其界的眾生 現在告訴我們 原來菩薩是為了十方一切世界 的眾生 所以發了這樣的一個菩提心 所以叫做欲以慈悲心充滿十方界 這叫心過 接下來第三句 欲充度脫一切眾生故 所以發菩提心 一切眾生 不是只有剛剛講的那一些眾生而已 所以欲渡一切眾生 翻前限局 前面講的是有局限的 所以叫一切 這叫行過 好第四句 欲充之一切世界成壞故 發菩提心 探玄祭說這叫知 氣象成壞過 氣世界 這個氣象成壞過 叫做視之所化處 為之成壞差別 又知成極壞等 是佛一切智 事故廣也 能夠知道氣勢間的成壞 這樣的智慧叫 他說這是佛的一切智 那所以從第四句開始 我們看一下這個科判 前面這裡心過 菩提心充滿嘛 這個行 是要鍍託一切的眾生來發菩提心 這叫行過 那這一個 要能夠知一切世界成壞故 這叫知氣象成壞過 從第四句開始 他又告訴我們 這是什麼智 什麼智 他說這是佛一切智 好 那第五句 第五句 知一切世界中 眾生垢敬起故發菩提心 那探玄記說這個叫知 知 氣世界中的眾生暴淚垢 垢敬 都是因為業感的不同 皆由業意 所以這樣叫做業力智 業力智 好 有這樣的一個智慧 這個叫業力智 那麼下面這一句 欲襲知一切世界自性清淨故發菩提心 這個叫如理智 知這個氣體本鏡 這叫如理智 也就是知這個一切世界的自性清淨 想要知道這樣 所以我們發菩提心 好 第七句 欲襲知一切群生 希望煩惱惜氣故發菩提心 也就是所謂的知所化生死息的出息 煩惱的 所化眾生的煩惱的出息 這個叫流智 這個叫流智 課本好像寫漏 我忘記了 沒有看 因為大政杖都用流 課本我印象中流都是寫漏 流智之跟漏智之是一樣的 為之彼即空 那麼也就是這個眾生 也就是因為有這些煩惱習氣 所以才成障 成障 好 再來 第八句 欲襲知一切眾生 死此生彼故 所以發菩提心 那麼這叫生死智通 也就是天眼力 天眼力 好 再來 欲襲知一切眾生 諸根方便故發菩提心 這叫根立志 再來 欲襲知一切眾生 心心所念故發菩提心 這叫他心志 因為要教導眾生 所以都要了解眾生的種種 簡單說 好 再來 欲襲分別三世一切眾生故發菩提心 那能夠分別三世一切眾生 所以這叫三達志 也就是有宿命志 也就是有宿命志 能夠知道眾生 過限為一切眾生 好 這叫宿命志或三達志 好 再來 欲襲知一切諸佛平等 靜借故發菩提心 這叫如理志 如理志 好 那麼法杖是順著經文 把這十二個 因為 發心菩薩為了要能夠 能夠教化眾生 所以他要有這一些 希望能夠學習這一些 所以發菩提心 也希望眾生也能夠有如此 這樣的一個智慧 所以發菩提心 這是順著來說 但是他後面又有一個詮釋 他把這十二十一句 後面這個別句的十一句 那分成大悲跟大志 也就是說前面 我講的是別句的前面兩個 也就是十二句裡面的第二句跟第三句 充滿十方一切世界 勿托一切世界眾生 這叫大悲 後面你們看什麼栗什麼字 什麼栗什麼字 對不對 這叫大志 所以簡單說 也可以把它分成大悲跟大志 你看這就是 不是從這 前面是新過跟懸過嗎 對不對 然後後面開始什麼字 什麼字 所以就分大悲跟大志 好 那大志的部分 他說余九是大志 至中第五集 第十一是佛第一切志 第五就是我們剛標的第六句 因為第一句是總句 不算在裡面 欲息之一切世界 自性清淨故發菩提心 這個 還有 第十一就是我們標的最後一句 就十二句 欲息之一切諸佛 佛平等境界故發菩提心 這個他說 這叫佛第一切志 那其他的就叫一切種志 好 並無分其故事故超過也 好 看一下 這裡 沒有表格 好的 好的 所以我們已經 有啦 我有話 在這裡 初發心菩薩為無期限事故來發心 你如果要照可能要把它縮小一點 縮小一點 再大一點點 好 總句 所以不斷佛總 不斷佛總性故發菩提心 這叫總 探旋句叫未過 未過 那再來 這兩句 從這裡開始 欲充滿時放一切世界故 這裡到最後一個 這叫別 然後未過 心過行過 然後後面就是志 那剛才講的 這是後面十一句又另一個詮釋 說前面這兩句叫大悲 大悲 然後這叫大字 然後大字裡面的第五句 以及這一句最後一句 這個叫佛第一切字 其他都叫一切種字 所以同學可以把整段經文 或者是探旋句的詮釋 其實可以用表格 來把它表達一下 這樣呢 比較能夠一目了然 漏盡字 我這裡打漏盡字 你們是寫漏盡字 我是說大症障是流 好 那麼接下來呢 表格給同學看完了 好啦 那我們義務交量欲就 就欲完了 第一個批譽就結束了 那麼第二個批譽呢 我們來看一下經文 來 在這裡 你找到了嗎 剛才這十二個是是聖所遊 那現在從這邊開始 進入第二個批譽叫做不差較量欲 不差較量欲 我們把它隔開好了 第二個我先同學一個一個把它隔開 不差較量欲 然後到第三個跑哪裡去 來下一個西蘭 西蘭倒數第四行 這是第三個 你就標一個3 第三個批譽叫算結較量欲 第三個 算結較量欲 第三個 其實你寫個3就可以了 回去其他字再回去補 好 第四個 第四個 再下一頁 A蘭倒數第五行 佛慈複製此欲 假使有人以念中西之無量無數 阿稱其世界種種欲樂 這第四個 這叫知眾生欲 知眾生欲欲 第四個 好 那第五個批譽 來 B蘭倒數第三行 佛慈複製此欲 假使有人以念中西之無量無邊 阿稱其世界眾生種種種諸根 這個叫善之諸根欲 第五個批譽 善之諸根欲 好 所以前面 四個批譽 他的解說是比較完整的 好 好 那從第五個開始 你一看就知道怎麼怎麼怎麼全部擠在一起 他就開始略說了 好 開始略說 好 來第六個批譽在西蘭倒數 前面數來第三行 最下面從這裡隔開 好 第六個 佛子 複製此欲 假使有人 余念中西之東方無量無邊 阿稱其世界眾生種種希望 這個叫做善之希望欲 善之希望欲 然後第七個在這裡看到佛子 佛這裡隔開 第七個 能夠余念中西之無量無邊 阿稱其世界眾生種種方便 這善之方便欲 之前還在十阿聲其世界 現在每一個都是無量無邊的阿聲其世界了 好 第八個在這邊 在這裡 在這裡 乃字 乃 這個 這個往下看 第八個 這個 能一念中西之無量無邊 阿聲其世界眾生 念念心意 這叫善之他心意 第八個 第九個 找到佛子 往後 往左邊 數 數 一二三 第四行 佛子 複製此欲 假使有人 於一念中西之無量無邊 阿聲其世界眾生種種 諸業 所以這叫善之夜相欲 第九個 朱業 就夜相欲 好 再往旁邊 夜相講完了 他說 余念中西之東方無量無邊 阿聲其世界眾生種種煩惱 哇 這裡好多煩惱出來了 這叫善之煩惱欲 第十個 所以我們發現五六七八九 他就略說 所以經文短短的 第十個善之煩惱欲 他開始又比較詳細的在說 那第十一個再下一頁 再下一頁 A欄 這裡從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心 對下來下面有個佛指 這叫共佛功德欲 余念中西見東方無量無邊世界 現在諸佛幾比一切眾生 此人昔能功經禮拜尊重戰探 一心觀察種種供養無量上位 等等等等 這叫共佛功德欲 第十一個 第十一個也是蠻詳細的在詮釋的 所以呢 前面一二三四 比較詳細的說 五六七八九 比較略說 十跟十一又詳細說 好 那這十一個批譽 就先跟各位同學就畫到這邊了 那我們回到第二個批譽 第二個批譽 在 在這裡 好 那我們看一下 佛指 複製此欲假使有人 有人 於一念請 有一個人 時間就是一念請 能過東方無量世界 比人以此自在神力 從此東行盡無量無數阿生其絕 由不能得世界邊際 所以有一個人 我們稱他叫第一個人好的 他於一念請 一念時間就是一念 就可以走過東方無量的世界 那比人以此自在神力 從此東行盡無量無數阿生其絕 這也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時間的一個單位 無量無數阿生其絕 由不能得世界邊際 這樣已經很厲害了對不對 他說又第二人 第二人 神力自在 於一念請 也是一念之間 能過前人 前人是指前面這個人 剛才那個人不是一念請過東方無量世界 然後從此東行又盡無量無數阿生其絕 他還不能到世界邊際 他還不能到世界邊際 那現在說第二個人 他於一念請 能過前面這個人的無量無數阿生其絕 所行的世界 這個人 這個第二個人從此 從第一個人走的那個 他說從此東行 然後進無量無邊阿生其絕 有不能得世界邊際 他們在接力賽 也不是追接力賽 一個追一個 來 又第三人 神力自在 於一念請 能過前人 前人 前面已經有第一個人第二個人 他是一念請就能過 我們方便來說就好了 就能過第二個人所走的這無量無邊的世界 然後又有第四個人 他的神力自在於一念請 又能過 又能過過第三人 無量無邊無數阿生其絕 所行的世界 這樣第五個人 又一念請 能夠過第四個人 無量無數阿生其絕 所行的世界 這樣一直走走走走到第十人 你看到沒有 經文你找到沒有 在西蘭第三行 又第十人神力自在 於一念請 能過前人 無量無數阿生其絕 所行世界 比第十人 以此最勝自在神力 從此東行 盡無量無數阿生其絕 由故不得世界邊際 十方世界亦如是 後面又多了一個十方世界亦如是 剛才是說 就是有一個人能過東方嘛對不對 東方 然後第二個人 可以比第一個人更厲害 他一念請又超過他 然後又繼續走對不對 第三個人 一念請又超過第二個人 又繼續走這樣 然後他後面告訴你 第十個人也是這樣 然後告訴你 不只這一方 十方世界都如此喔 這個叫別說十從 已經講了十從了喔 還不夠喔 後面還有 如是輾轉乃至百人 輾轉乃至百人 其人以此最勝自在神力 於無量無數阿生其絕 所至十方 尚可了知得其邊際 出發心菩薩功德之障 不可得知阿 所以後面這裡一次講了九十從 因為前面講了十從 後面說如是輾轉乃至百人 都是這樣 所以這叫別說九十從 這樣子呢 已經是無量無邊的 那他說尚可 假設他尚可了知得其邊際 出發心菩薩功德之障 是不可得知的啦 那從何以故這邊開始 就是告訴我們 為什麼 就叫世聖所由 跟剛才第一個批語一樣 何以故呢 因為出發心菩薩不其限 不是為了這樣而已 剛才我們講到 已經有十從又九十從喔 他說不只這樣而已喔 這叫出發心菩薩不其限 為而鎖世界眾生發張的菩提心 這叫不其限 這叫 因為前面這裡是還 再怎麼講 他還是有限制的 剛剛已經講到這裡 已經到了結說九十從覺得 哇這已經無量無邊 深廣無際的對不對 他告訴我們喔 不只這樣 不只這樣 那麼出發心菩薩是為了十方 一切世界眾生故等等 後面有十二句 就是告訴我們 不只喔 出發心菩薩不只為了 前面描述的這一些狀況 再發菩提心而已 是為了這些 這叫 是聖所有 好 那麼剛才這個 前面這個 別說十從這裡 十個人在走啊 走啊 走啊 走 我突然之間有一天就很調皮 我就來走走看喔 給同學看一下 拿過來有一個人在走 我亂畫的 好啦 我們先看一下他是怎麼走的 好 雲念請能過東方喔 可是你不要忘記後面還有十方喔 我現在只能用一方而已喔 我只能畫得出來一方 你要十方在後面又輾轉 那個根本就是老師那一張圈圈圖了 再怎麼畫就是那一張圈圈圖 我只是好玩而已 我們來給他走走看 我如果會做動畫 我就給他做一做 但是呢 實在沒有 來 他從東方 他往東方啊 東方一般說是右嘛 他第一個人走了 一念請到走到這裡 已經無邊計了 他已經算算算算 他的那個 那個里程無法可計算 好 第二個人 一念請 過 過第一個人 他跑到這裡來了 一念請 我本來要畫一條線 但後來想算了 一念請喔 過 過第一個人所走的這些 他又 他又可以繼續往東走 好 第三個人 一念請從這裡 那麼又超越第二個人走的 跑到這裡來 第四個人 繼續走 第四個人 一念請過第三個人 到這邊來 第五個人 在這裡 一念請過第四個人 往東走走到這裡來 你猜我的耐心到第幾個 第六個人 一念請過第五個人 往東走走到這裡來 當然不能這樣畫 因為其實他是說都走走走 都是無邊計的 我們只是現在把它 姑且把它用這樣來表達 你覺得我耐心還有嗎 有 第七個人 一念請過第六個人 往東走走到這裡來 好 然後就 就沒了啦 就想 如果真的要畫 如果照經文你要怎麼畫 我 經文 剛開始別說 別說十重對不對 對不對 他是叫別說 我忘了 看一下 別說十重 我剛才還走到第七重 如果照經文要走一百 那我們怎麼畫 根本沒有辦法畫 我畫這張圖的心得 我跟同學講一下 很好玩 你有沒有看到我現在 來如果要給同學看 這樣 有沒有發現 我說第一個人到這裡 第二個人 一念請超越第一個人 跑到這邊來 然後他繼續走 然後第三個人 一念請超越第二個人 跑到這邊來 一直走一直走 我的心得就是 滑到手抽筋 都還滑不滑 你看我現在才滑到第六個 繼續滑 滑好久 手快抽筋了 第七個人還沒 到底有沒有在動呢 最後就會覺得 算了把它縮小 原來第七個人在這裡 那其實這個如果會動畫 應該很好玩 你會發現一個人一個走 下一個就一念請跳過他 然後往這邊走 不過這個都只是 只是在好玩而已 事實上不只是這個樣子 那我才畫到七頁 那後面還有 還有還有 還有93重 看要畫到哪裡去 那這個 電腦有一個好處就是 可以放大縮小 放大縮小 好 手很痠 結論就是手很痠 來把他關掉 好啦 那我們來講一下 為什麼能夠如此的殊勝呢 就是顯勝項 我這裡帶了沒 看一下 這好像沒什麼 沒有什麼解釋 對不對 玉項有一百重 我剛才的圖只有七重 那麼他這一百重 他說別說十重 就這裡 好 那總說有九十重 乃至輾轉 如是輾轉乃至百人 其人以此最勝自在神力 於無量無數阿森其傑所至十方 尚可了知得其邊際 出發心菩薩功德之障 不可得知 好 那麼剛才我的圖 只是往東方走而已喔 那其實我們是應該是十方對不對 那如果這樣你真的十方也畫還畫 那十方還有十方 十方還有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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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圈圈圖啦 就是圈圈圖 那陳老師在講解這個批譽的時候 他是自己畫了一張圖 也是圈圈圖 我只畫一方而已 因為我想用電腦畫 如果我畫成十方 我看我眼睛會變鬥雞眼 而且不好畫 所以我們就用一方來代表 所以這個都還有A 東南西北東 對不對 這東方那西方也有 南方也有 北方也有 然後十方上下各如此 各如此 所以這個都是一念請 一念請 一念請 好 這個欲叫什麼欲 我們走了這麼久 叫什麼欲 叫不差較量欲 不差較量欲 好 那我們說啊 來 這個已經走完了 走過了 接下來我們看 為什麼呢 為什麼功德 跟這個觸發心菩薩的功德來比 都是沒有辦法比的呢 好 來 四成中一二 他說 先民不為其限事故 也就是說 出發心菩薩功德 他的發心不只剛剛講的那樣而已 叫做不為其限 那到底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心是無其限的 後面這十二句 後面這十二句 那前面 來前面來看 為什麼不其限 他說 出發心菩薩 不其限為耳鎖 耳鎖就是剛才描述的這一些眾生 在發菩提心而已 不為這些眾生發菩提心而已 是為了 來 我們看一下十句 西為十方 一切世界眾生故 第一句 第二句 欲渡一切眾生故 好 所以探旋祭告訴我們 初二曰悲心 悲心 好 那麼 因為啊 想要 這個 救渡一切世界中的眾生 是十方一切世界中的眾生 想要度一切的眾生 所以發心 不是剛才我們講了 往東方無量無邊 還舉了一百重 對不對 然後當然 西方 南方北方 十方上下都是這樣 他說 這個還是有期限的 還是有個限制的 那麼出發心菩薩功德的 出發心菩薩的心不只如此 他是為了 十方一切世界眾生故 為了度一切眾生故 好 那探旋祭說這兩句叫 約悲啊 悲啊 悲心的悲啊 約悲心 好 後面 叫約智 約智 次時約智 未曾智在智故 好 第一個叫總句 總句 總句他說 遇分別之一切世界故發菩提心 你看都是一切一切 一切眾生為一切眾生為一切的眾生來發菩提心 然後要分別一切世界 好 來發菩提心 這叫總句 好 好 那麼後面有八句 是別顯 欲知為系世界即是大世界 大世界即是為系世界 我們的觀念裡面小跟大是不相及的 那麼華言之道大小相及長短相及 好 欲知為系世界即是大世界 知大世界即是為系世界 少世界即是多世界 多世界即是少世界 然後後面有廣霞 然後一跟無量 有沒有 第七句 知一切世界即是無量無邊世界 無量無邊世界即是一世界 然後無量無邊世界入一世界 一世界入無量無邊世界 知會世界即是境世界 知境世界即是會世界 第十句 以於毛孔中西能分別之一切世界 一切世界中西分別之一毛孔性 第十一句 知一切世界出生一切世界 是一切世界 是一切世界 猶如虛空 雖一世界出生一切世界 但是一切世界猶如虛空 這叫別句 最後有一個 第十二句 叫結 欲於一切世界 欲於一念之一切世界 希無有餘故 發阿諾多羅三秒三菩提心 好 好勒 那麼根據探旋器的解釋 他說這個別句 看一下 維繫世界 從第三句開始 這個叫做總句 約字的這個部分 約字一共有十句 他說 這個約字的這十句裡面 欲分別之一切世界 故發菩提心 他這個叫平曼普騙之 那么后面 后面这八个 他叫重重疾入无碍之 那可以稍微去做这样的一个理解 就前面这一句 分别之一切世界 故之一切世界 所以他是广 是骗 骗一切世界 分别之一切世界 所以这有普遍的意识 他叫做平曼普騙之 那从后面呢 这个大小多少 广辖一多 相入染境地往相生之等等 这个会大小互集 互涉互入 多跟少也是 广跟辖一跟多都互集互入 重重无尽 所以这个叫重重疾入无碍之 所以他这里有列了两个 他说第二种诠释 他把这几句 把它分成一个平曼普騙之 跟重重疾入无碍之 那么这个平曼普騙之 比较是以骗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来诠释 那么从这句之后开始的 我们看到的好像两个是对立的这种概念 比如说大小多少广辖一多这等等 那彼此互涉互入 重重无尽 这个叫重重疾入无碍之 简单说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八个 第一个 这个维系世界即是大世界 大世界即是维世界 这叫大小相及 多跟少也相及 广跟辖也相及 一跟多也相及 那么无量世界入于世界 所以这个是相入的关系 多入一 至于世界入无量无边世界 那一入多 好 接下来染境的部分 他说会世界即是近世界 近世界即是会世界 好 再来帝王 于一毛孔中分别至一切世界 以一切世界中 息分别至一毛孔性 相生是知一切世界 出生一切世界 但一切世界还是有如虚空 所以我们探旋记后面 有把它分成两个 知一个叫平曼普遍之 一个叫重重疾入无碍之 那么后面这边 这一大段 这一段段 他说此宗 此八宗 就是我们这个重重无尽的 重重互集互入的这八个 他说还有相及相入 然后又分同体一体 然后还可以 这个约缘起门 真性门来说 那约体来说 有空有相及 约用是有利无利可相入 刚才我们不是有入来入去吗 集来集去吗 这个是以前有带过 那我不特别再对这个来做诠释了 以华言的法义来说 空有相及 那因为有利无利 所以可以相入 那还有代元不代元 那可能 以前 代元不代元 我忘记我们这一届有没有讲 但第三届有讲 讲阴门六一 那时候老师带五教章的时候 有讲代元不代元 好 那这个部分 我想就这样 有兴趣同学 可以把它画一画 那当然这个是跟之前诠释 我记得十玄门有说 那我们有稍微带过 那这个要讲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还有有利无利 还要空有相及 约体约用 代元不代元 讲到一门六一等等的 那我想这个就带过 好 那我们可以知道 关于这个 这后面这十句 除了一一解释之外 法杖又把它分成平曼普遍 有意思是广 广 那后面重重击入 我比较用深来做代表 好 那就是其实就是又广又深 又广又深 骗嘛 骗所以广嘛 那后面这边可互相 互集互入 互摄 重重无尽 那就又深 所以又广又深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好来我们继续 第三节课 那要上第三节课之前呢 要先跟各位同学聊一聊 这个尤其是这个线上的同学 是太久没看到各位了 不知道现在有多庄严 那最近呢疫情比较缓了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同学们 如果允许的话 可以的话 那尽量是到课堂上来上课 这样可以庄严一下教室 那老师跟同学之间呢 也可以互相鼓励一下 不然我真的好久没有看到同学了 不知道同学怎么样 那这个在家里上课比较方便 我们坦白说 但是也因为方便 就会比较随便一点 我是在讲我自己 在家上课的一个心情 会应该说是很方便 然后可能刚好有什么事 你就必须去处理 起来倒杯水 然后是起来走走 或者是怎么样的 那总是不是那么专心 那所以希望说 在现在目前的疫情 比较控制之下 状况比较好很多了嘛 所以同学可以出门的话 尽量要到教室来上课 尽量 只能这样呼吁大家 再来的话呢 先讲一下今天的作业 那我是预计 下次我就要把这个 这一品上完 或许也会上到 下一品名法品 那这样的上法表示 我后面的寄送不太会带 因为寄送是都对好了啦 但是其实法障也并没有特别的一些诠释 如果他有特别诠释 我就会特别把他抓出来 跟大家分享 那如果没有 而只是对说 拿几句是在解释 我们前面长行的某一个部分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种对照的功夫 其实大家都会做 那我也不带同学 这样一个一个看 因为法障每一段几乎都是这样嘛 告诉我们 下面几送 那对哪里的文 对长行再讲哪边哪边的文 他几乎每个都是这样说 少有解释 如果有的话我们再拿出来说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是打算这里快快就过去了 所以寄送的部分 不可能一个一个带 所以同学要自己回家读 所以今天的功课就是 在下次上课前把出发新功德品的经文读一读 读一读 那长行的部分 大部分我都帮同学把结构也说明了 那你在读的时候也稍微去回想一下 我们上课讲了哪些东西 那寄送的部分不会带读的 所以同学自己要读 自己要读 那下次应该这一评会结束 然后我们就要往下走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我们的第三个批语 后面会越讲越快 因为到后面就开始略缩了 好 那我们要讲第三个叫算结较量语 算结较量语 来看一下经文 四百 这个是三十还是五十 五十吗 这个到底是几 四五零 四百五十页 B不对 C栏 C栏 倒数第四行这边 这叫算结较量语 用这样的批语 那他说佛子复制此欲 复制此欲是告诉我们同学 我们前面这个讲的这些逼 你就先放着你不要不要说了 他现在又举第三个例子 假使有人又有人 所以他的模式就跟刚才那个模式一样 刚才只是那个人在走路而已 我们就找一个人出来走 现在这个人呢 他不是在走路了 他说假使有人于东方 又是东方了 于东方无量无边阿生其世界 于一念中 惜分别之成败之数 所以这个叫算结较量语 他能够于一念中 惜分别之成败之数 此人精情方便 念念次第 于无量无数阿生其节 欲尽算之东方世界成败之数 他现在只在算东方而已 那么由不能之 第二个人 于第一人无量无数阿生其节 所算世界成败之数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 他于一念中稀能了之 而且此人精情方便 念念次第 于无量无边阿生其节 由不能禁之东方世界成败之数 如是辗转至第十个人 那么比第十人 于第九人 无量无边阿生其节 所算世界成败之数 他于一念中稀能了之 那此人精情方便 念念次第 于无量无边阿生其节 由不能禁之东方世界成败之数 乃至十方亦如是 所以十方他就通缩了 刚才是东方一个一个一个 然后到第二人 第三人 然后辗转到第十个人 都不能禁之东方世界成败之数 到乃至十方亦复如是 十方无量无边世界成败之数 尚可了之 出发心菩萨功德之障 不可得知啊 何以顾看到没有 何以顾这边隔开了 他要告诉什么 为什么呢 这叫适胜所有啊 为什么可以如此的殊胜呢 刚才那些讲了这么多 都没办法跟出发心菩萨功德之障的 一点点一滴滴来比呢 为什么呢 他说啊 出发心菩萨 并不是为了刚刚讲的这一些 而所世界结束成败 故发菩提心 你觉得这些已经无量无边了 但是他告诉我们 出发心菩萨 不是只是为了这样 而发菩提心 你发现每一段都这么说了 好 所以结构都一样 这样读经文你就比较能够去理解 他在讲什么呢 好那么不只是如此 那到底是怎么样呢 他说菩萨摩赫萨 欲稀了之一切世界的结束成败故发菩提心 不是你讲的那个东方 乃至十方而已啊 他是一切世界结束成败 然后来发菩提心 这第一句 第二句 欲知长节即是短节 短节即是长节 这太划言了 时间相及 第三 之一切 之一节即是不可数阿生其节 不可数阿生其节即是一节 第四句 之一切有佛节 之一切无佛节 有佛节无佛节 好 之一佛节中有无量佛 无量佛节中有一佛 这第五句 第六句 之一节中有无意节 无意节中有意节 感觉好像举的东西都是相对立的 对不对 可是我们告诉我们 这个 这个 这个是相及的 之一节中有无意节 无意节中有意节 第七个 之有进节是无进节 之无进节是有进节 之无量节即是隐念 隐念即是无量节 第九 之一切节入无节 之无节入一切节 第十个 欲稀了之过去未来 即即现在一切世界结束成败故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事故菩萨出大事庄严 所谓稀之一切节 智慧照明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批欲 好 叫算节较量欲 来 那么 来 顺者探旋记 好 第一个 明欲所不及 第二大段 是超过像 没有发现我每一个都是这样吗 我第一个 不差交量也也是一样 欲所不及 我讲了这么多批欲 然后批欲无量无边 对不对 然后他告诉我们不止 出发心菩萨的功德 不止你刚讲的那样 那第二段是告诉我们为什么 那简单说就是发心不一样 好 那我们现在 就这个算节较量欲来说 第一个 先变 变欲广大 他是先到东方 东方 无量无边阿生其事件 与一念中都知道 这个成败之数 然后第二人 如是辗转乃至第十 比第十人 与一念中 与第九人 无量无边阿生其节 所算世界成败之数 他一念中都可知 而且精情方便念念四弟 与无量无边阿生其节 有不能禁止东方世界成败之数 讲了东方 来后面累劫九方 乃至十方亦负如是 好 再来 他说 这个探旋记叫对显超过 他说 十方无量无边世界成败之数 假设是可以了知的 尚可了知 刚才描述其实都是不可了知的 我们比喻是说 如果这些都尚可了知的话 那触发心菩萨功德之败 根本不可不可得知 不能比的 不能比的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何以故 因为触发心菩萨不是为了刚刚描述的这样 在发心而已 好 所以这里就讲 触发心菩萨 摩赫萨 不为其限 知而所世界结束成败故发菩提心 那么他是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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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这里有十句 出一种之四八别之最后一句是结 好这十句 好第一个他说 菩萨摩赫萨欲惜了知 一切世界结束成败故发菩提心 这第一句 后面有八句 后面有八句 他说 前面那一句叫总句 一切世界成败嘛 好所以是 骗的意思 广的意思 好那么他说 云何分别之 如是即入 重重相设 自在无碍 如是之 也可以说 前面这个 了知一切世界结束成败 叫做平片而知 那么后面开始就互及互入 长短相及 亦多相及 有无相及等等 这个叫重重 即入无碍之 刚才我们那一段也有讲过 说又深又广 那么后面这个 重重即入无碍而知 他说是显纯熟 纯熟之相 纯熟之相 所以呢 能长短相及 亦多相及 有无相及 亦无亦相及 近不近 亦念设多节 多节设亦念等等 好 来我们来看 长短相及 来 欲知长节即是短节 短节即是长节 这叫长短相及 长是大节 短是小节 又 然后说佛界是短节 安乐界等是长节 那么长短相及 故无碍也 这你们学过了吗 那个 那个 寿量品 有吧 有吧 应该没有错吧 波老师有带寿量品吗 寿命品 不是寿量品 寿命品 升旗品完讲寿命品 然后讲住宿品 然后才讲不失意法品 有吧 有印象吧 那一品很短 娑婆世界 一节等于安乐世界 一日 有一点印象吧 好 那相较之下 娑婆世界是短节 安乐世界 即乐世界是长节 那长短相及无碍 相及无碍 好 那么 再来一多相及 相及就 一节 即是 不可数阿生其节 不可数阿生其节 即是一节 同学会很难理解 那我就请你把圈圈图拿来 一多相及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 像处的这个环境 其实就是一直是有量的 可是我们很难去想像 怎么长 就是长集是短短集 是长短相及 一多相及 那就跟法言的法义 有密切的关系了 那我们只能这样讯息 你叫我长短相及给你看 我也及不出来 但法义上我们是可以理解 好 一多相及 曰佛有无呢 他说 至一切有佛节 那至一切无佛节 那他说如 庄严节及闲节等是有佛节 那么现在是什么节 不要讲端午节 现在是闲节 闲节 是有佛节 那过去是庄严节 那么 他说未来如新宿节 新宿 新宿 新什么 新宿节之后 如过新宿 新宿节 后有六万二千节 空过无有佛 这时候是无佛的 无佛的 他说 此二节相及固 这二节是什么 就是有佛节跟无佛节 是相及的 相及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 曰佛多少 好 他说 至一佛节中有五量佛 无量佛节中有一佛 如新宿节中有八万佛出 是一节中无量佛也 如大通至圣佛出世时 你在哪里有看过大通至圣佛 法华经 我们在法华经认识的大通至圣佛 大通至圣佛出世的时候 泛王占云 或千节等空过无有佛 今时得见大通一佛 亦相及固云也 好 这是这个佛的多少 一佛节中有无量的佛 无量佛节中有一佛 再来亦无亦呢 亦节中有无亦节 无亦节中有亦节 他说 这个亦无亦者是纯杂无碍 那我们可以这样解释 前面是长短无碍 这里亦多无碍 有无无碍 多少无碍 那这个叫纯杂无碍 那什么叫义 什么叫无义呢 那法藏淡玄记就告诉我们 过位 过去 未来 叫义 相对现在来说 现在叫无义 那过位入现 过去 未来 入现在 现在 入过去 未来 故云也 那么都是纯杂无碍的 再来 敬不敬者 叫做纯灭无碍 知有敬节是无敬节 知无敬节是有敬节 如天人见节尽 此土长安稳 等 这一句你在哪里看过 也是法华经 我有掏下来 好像是受量品 受量品 法华经的受量品里面 他有讲 有讲 众生见节尽 大火所烧食 我此 我此土安饮 天人常充满 这个 这一句 也是法华经 他这个叫受量品 那我们华言 这个叫受命品 搞混了 好 再来 知无量节即是一念 一念即是无量节 那叫 即念成节 无别节体 故即念也 再来 有无也是相入的 知一切节入无节 无节入一切节 那怎么解释呢 有无相入 他说 推忘归真 所以节入无节 那么一真起忘 所以无节入节 又出以事从理 推忘归真 如果我们方便说真叫理 所以叫以事从理 那么这个一真起忘 这个叫以理从事 不论是以事从理 或以理从事 那都是无碍 那如果以这一句来说 我就说他就是什么 理事无碍 照这样讲 因为他是以理从事 但事理也是相及的 你不要把它切割了 好 这叫有无相入 有无相入 后面有一个节 节呢 他说欲稀了之 过去 未来季以及现在 一切世界结束 成败故 来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这叫总结所知 后面还有一句 叫节其本事 他本事 他说 世民这位菩萨 叫菩萨出大势庄严 他突发菩提心 世民菩萨出大势庄严 所谓悉知一切结 智慧照明 所以他说 世故功德等于佛果 故不可说也 好 这是结 好 那我们把第三个 算结较量欲 我们把它倒读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第四个 知众生欲欲 知众生欲欲 来看一下经文 接下来就 就快了 第四个 第四个还没讲 第五个才会快车 第四个还要等一下 第四个来我们看一下经文 在A栏的地方倒数 第四行 第五行 佛子复制此欲 假使有人 于一念中 悉知无量无数 阿生其世界 众生种种欲乐 为什么要知道众生种种欲乐 因为要度他 对啊 你要知道你才能对症下药 好 所以呢 于念中 西之 然后此人精情方便 念念次第 无量无数 阿生其节 不能禁之东方 一切世界众生种种欲乐 他都先举东方 如是辗转 辗转至第十人 其实他已经有省略了 他们一个一个人知了 第十人 此人 此第十人于第九人 无量无数 阿生其节 精情方便所知 众生种种欲乐 于一念中 西能了之 此人如是精情方便 念念次第 无量无数 阿生其节 由不能禁之东方 一切世界众生种种欲乐 乃至 有没有 十方亦父如是 十方也是如此 不是只有东方 如是十方 无量无边 阿生其世界众生种种欲乐 尚可了之 出发心菩萨功德之障 不可得知 那你又看到何已故了 前面告诉我们 这样的辟誉 已经介绍完了 他告诉我们 出发心菩萨功德之障 跟刚才讲的这些 根本是没办法比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出发心菩萨的发心 不只是你刚才描述的 这样的一个限制 他是没有限制的 他预知而 应该是这样看 前面这句 出发心菩萨摩赫萨 不其限预知而所 世界众生种种欲乐 故发菩提心 这是在讲前面 他不是只是想要知道 你刚才描述的这一些状况 才要发 为这些众生来发菩提心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从这一句开始 这句是种句 我用黄色标出来 这一件是种句 出发心菩萨 他欲悉知十方一切世界 众生种种欲乐故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不是你描述 前面描述的那一些世界而已 是十方一切世界 众生的欲乐 他都要知道 所以才发心 这个是种句 下面有二十三句是别句 其实不止二三加后面的八 这里的回答 我们要稍微再跟同学厘清一下 下面这些 这一些 你看到我用蓝色标出来的 这是约法来说 你从这边把它隔开吧 这边隔开 前面这二十三句是约法来说 有这二十三个 是因为这二十三个 所以出发心菩萨发 发胀的心 要来知道一切世界众生种种欲乐 这是约法来说有二十三个 然后从欲悉知一切众生 一一众生有十种欲 这边这是约人来说 所以这一段跟前面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在于这里的原因 他有约法来说有二十三 有二十三个 约人来说有八个 有八个 好 那他是要知道众生种种欲乐 故发菩提心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这一段 他说 初发心菩萨摩赫萨 欲兮分别了之此诸欲王 欲王形容得真好 这么多欲 又互集互入 互摄互骗 所以就是欲王 像樱陀螺王一样的欲 叫欲王 欲兮分别了之此诸欲王 故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所以这一个欲叫知众生欲 欲 那因为众生无量无边 然后又有这么多欲 所以就用叫欲王 欲王 那他跟前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有约法来说 约人来说 那也不止10点 12点而已 他还好几个 23再加8 23加8已经很多点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把这一段诠释诠释 跟各位导读一下 来回到我们的探玄记 这样讲不会太快吧 还好吗 还是太慢 对 他其实他模式一样 他其实没什么 如果说要看他的那个结构的话是 是蛮容易看上去 蛮容易跟得上的 那他的法义的部分 其实就是那一张圈圈图 互疾互入 重重无尽 好了 那我们就这个知众生欲乐教量中来说 第一个就明欲所不及 他先把这样的欲 这样的一个批欲告诉我们之后 告诉我们是不及的 跟初发心菩萨的功德来比是不能比的 然后后面才变超过之像 那这边的模式都一样 反正我们现在是要知种种众生的欲乐 乃至第十个人 乃至十方都是如此 不只东方 如是十方 无量无边阿生 其世界众生种种的欲乐 假设是可了知的 但初发心菩萨功德之障是不可得知的 好 来 何以故就开始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记得刚才说分两大段 约什么 约什么 约人跟约什么 约法 对不对 前面先约法 后面约人 不过就整个 经文的结构他会先跟我们说 钱不及此 也就是说 初发心菩萨 不其限预知而所 世界众生种种欲乐固发菩提心 不是为了刚才讲的那一些众生而已 那他呢 那他呢 是为什么呢 好 来 先出一句是种 欲知十方一切世界 众生种种欲乐固发阿弄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这边法杖有就这个种种欲乐来做表达 他说 以如来一切众生欲乐致力 知于众生欲乐之海 你看众生欲乐之海 你看有多少欲 用海来表达 欲乐 众生欲乐之海 故云种种欲乐 好 别句的部分就刚说的 别显中有二 约法别之 约人通之 23句加8句 总共也31句 总共31句 好 他说 初约法别之后 一一众生向 约人通之 论名前为骗之 后名为戏之 论就说前面这叫骗 这叫为戏之 那欲得前是欲向 后是同向 好 那我们看这23个 来第一个 欲之种种 无量欲乐即是欲 而欲不坏一切欲性 无量欲乐是欲 而欲不坏一切欲性 好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解释 我们把经文读一读 然后你心里想想 怎么解释 然后再看一下 大德怎么解释 什么叫之种种 无量欲乐 即是欲 而欲不坏一切欲性 一切欲即是欲 他说 而也不坏一切欲性 好 那什么叫无量欲乐 法杖说 曰众生求心别 所以叫无量欲 众生无量无边 他所求也无量无边 所以叫无量欲 那什么叫无量欲即一欲 因为虽然有无量欲 但是同其欲果 什么果 佛果 同其欲果 名即一欲 所以他是这样解释的 好 所以虽有无量欲 但同其欲果 名即一欲 所以这叫无量欲即一欲 那怎么解释 而欲不坏一切欲性 他说 虽同其欲果 然求行横别 同其欲果 然求行横别 故云不坏一切欲性 这是第一种解释 无量欲 即是欲 而欲不坏一切欲 好 第二种 他说 以希望之念无二 同是别境中 别境中 就是个别所起的境 中的欲心所所设 欲树 那个树是心所的欲事 个别所起的境界中的欲心所所设 那心法不输固云即一 但所乐的是有差别的 所以叫不坏 叫不坏等也 此曰一众生心前后欲乐多端 而相及无碍而 所以关于这一句法杖 用了两个诠释的方式 要有两个诠释的方式 好 那么这个别境是个别所起的境界 那起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叫欲心所 那关于别境相对 我们就知道是叫什么 叫片行心所 片行心所就是无时无刻 都会起现行的 这为师有讲过 处作意受享失 就无片行心所 那现在这里讲的不是片行 而是别境中的欲心所所设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欲息之一切众生欲乐海 你看用海来表达 因为乐欲繁多 深广如海 第三个 欲之众生欲 即是一切众生欲 那他这里法杖的诠释说 是异类众生欲乐心海 缘起无碍 故相及也 第四个 欲息之一切众生 去来现在种种欲乐 就是 欲众生随三季中 过现未中 前后欲乐种种都知 欲众生皆如是 故云一切等 一切 好再来第五个 欲息之相似欲 不相似欲 我们 我本来打算是让同学经文读完 然后再来看你 你读的时候你怎么想 再来看法杖怎么前世 什么叫相似欲 什么叫不相似欲 流泪同者 名相似 所乐意者 名不相似 好再来 欲之一切欲 即是一欲 一欲即是一切欲 好 那法杖说 三圣欲 叫做一切 因为三圣 是因为基的问题 所以有不同 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教法 所以叫一切 同归一圣 同归一圣 叫吉一欲 那么十 吉一圣 故名一欲 全开 三圣 名一切欲 那么 约缘起无碍 通知他等位等 所以这边 有帮我们做了一下诠释 三圣欲 方便说叫做一切欲 同归一圣 叫吉一欲 好 第七个 欲得具足如来 种种欲乐力 不只是众生的欲 还要具足如来 种种欲乐力 那么这个叫 同佛果智 是实力中的欲乐自利固 欲乐自利固 好 后面 第八个 欲知有上欲 无上欲 什么叫有上欲 什么叫无上欲 求三圣等名 叫有上欲 求一圣 那叫无上欲 好 第九句 有余欲 无余欲 那有余欲是什么 他先讲无余 于所求促 若是究竟 那就叫无余欲 那反此叫有余 就不究竟 那就是有余 反上名有余 好 第十个 等欲不等欲 什么叫等欲 求礼 名等 求是名不等 因为是有种种的差别 所以叫不等 其实细细读 其实蛮有意思的 不然我们等欲 不等欲念过去 也不知道在等什么 在不等什么 对不对 他说求礼 名等 求是名不等 那礼是相及 那等级不等 你自己就可以慢慢连一下 慢慢把你以前学的东西 做一些贯通 第十一个 有所依欲 无所依欲 那什么意思呢 脱于心所 是有所依 那如果是读起的 读取欲心所 那叫无所依 你脱其他的心所而起的 那个叫做有所依欲 那如果是读起 这个欲心所 那叫无所依 好 第二个权是 依静起欲 叫有依 依着静 攀缘那个静 起了欲 叫有依 那你又知 你虽然依静而起 但是知静为心 心智无忌 那叫无依 好 第十二句 什么叫供欲不供欲 同求名供 欲求名不供 众生种种欲 有的供 有的是不供 好 第十三个 什么叫有边欲 无边欲 欲在因为 名有边 那相对于因为 的有边 那佛果位叫什么 无边 为什么无边 他说 或障禁锢 所以有边欲 无边欲 法障这样帮我们厘清 这样的欲在因为 叫有边 相对于来说 那么 佛果位名无边 好 再来 善欲不善欲 什么叫善欲 顺礼 顺礼叫善欲 为礼叫不善欲 好 再来 世间欲 初世间欲 随流名逝 反流名出 好 再来 大自欲 叫佛的自得 要求佛的自得 名叫大自欲 再来 敬欲 求佛的断得 你看佛的三得出来了 自得断得 自得断得 跑出两个德 求佛断得 这个叫敬欲 来 第十八句 过凡小位 叫圣欲 超过凡夫 超过小圣 你起葬的一个欲 叫做圣欲 圣欲 第十九个 叫无碍至欲 什么是无碍至欲呢 求成菩萨诸地 正至般若之欲 叫做无碍至欲 你正得般若 自治 那当然无所障碍 这无碍至欲 好 那么 后面探旋记 有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他说 又论中事 这个论同学有时间 真的去帮我们查一下 这个论到底是哪一个论 因为我查了一下 也还没有看到 那又时间有限的情况之下 我也没有花时间跟精神去注意去查这个论 所以同学有空可以去查 我们其实这一路带过来导读 已经讲了好几个论 好几次的论说论说论说 那这个如果同学有找到 那就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又论中语呢 论中事呢 以上上面四个语 从第十六个大自欲开始 他说这个在总性位 那么再来敬欲这里 他说是见位 见位 那么圣欲这里 过凡小位 这个圣欲叫修位 刚讲十九个 这个叫无碍至欲 这个是八地以上的无功用位 好再来第二十个 这个在无碍至佛解脱欲 这个是佛果位 可以顺着这样来看 论中事 这跟各位比较抱歉 因为我最近实在是比较忙 我有找了一下 但是还没找到 同学如果找到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论到底是什么论 那在佛果位 这个叫大自无碍原民解脱 好 接下来二十一个 什么叫清净欲 不清净欲 好 他说 染而不染 明清净欲 不染 重点在不染 叫清净欲 不染而染 叫明不清净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不清净 是不染而染 又若离世 这是第二个解释了 离世 名利叫净 求是名利叫不净 这两个解释 层次不太一样 前面是染而不染 再来不染而染 第二个解释 说离世 离世名利叫净 那如果求是名利叫不净 第二十二个 广裕侠依 什么叫广裕 多求名广 少求名侠 这是第一种解释 第二个 什么叫广 大悲救生 叫广 专求自托 叫侠 所以广裕侠依 所以我们发现 其实一个词 其实大德里面 其实常常在解释的时候 有好几个面向在做 在做诠释 所以我们不要说 一定要定死哪一个 再来二十三 细域出域 故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什么叫细域 求生 名叫细 那浅 相对于浅来说叫出 细域出域 这是约法来说 总共就二十三个 二十三个域 欲了之一切众生的这些欲 那约仁来说呢 约仁便欲 来举十个 约仁便欲 来 列名有八 虽然数 举了十数 但是只列个八 所以他说这个叫减数 减数 减数 我们也称十啦 少了两个 第一个 约仁来说 欲息之一切众生 依依众生有十种欲 所谓因苦生欲 什么叫因苦生欲 因为众生 因为生死苦逼 那感受到这个生死苦的这种苦受 遂乐涅槃 为因苦念乐 如求犯想要得解脱一样 所以这个叫因苦生欲 不然我们没有看法造诠释 真的一下子看还不知道什么叫因苦生欲 因为苦所以想要求解脱 遂乐涅槃 这叫因苦生欲 好 再来方便欲 什么叫方便欲 欲于善恶似中 因闻思维而生欲乐 叫做方便欲 来 再来希望欲 于可意誓求 叫做希望欲 好 再来 求得了 得已 不舍 那叫未卓欲 未卓欲 好 再来 随因生欲 随因生欲 由树因种子生 叫做随因生 这第一个解释 树因种子生 名叫随因生 又从思想生 从思想生 经云 郁郁之如本 但从思想生 我今不思乳 乳还不得生 所以到底是怎么生 因为从我们的思想生 那今天如果我不思 那就没有乳还不得生 那这个经 我找了一下 文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他讲经云 那因为法杖 那时候引的这个经文 有时候可能那个版本的问题 我们如果医的字去找 不一定可以找到 这是第一个 就是有时候他字会变一下下 第一个 第二个是版本 有时候他法杖那时候看的版本 可能我们现在看不到了 那也有可能 那我找到的是 正义阿含经 欲我之乳本 但以思想生 非我思想乳 而乳 则乳而不有 这正义阿含经 那如果要找到跟法杖 讲的那个文 一样的那就在饭碗经菩萨戒书 这就法杖写的 这里有送云 欲欲之乳本 但从思想生 我今不思乳 乳还不得生 这个 这给同学看一下 只是有找到 就跟同学分享一下 那 来我们赶快把这个介绍完 随音声誉 再来随缘声誉 什么叫随缘声誉 外托静声 明随缘声 又为善恶 发话隐声 叫随缘声 刚才这个是随音 随音 那这边音有想说 是树音种子 或者是说从思想生 这个叫音 随音声誉 那么下面这个是随缘 也就是外托静而声 叫随缘声 后面静誉 什么叫静誉 无法不求 明静誉 又求涅槃静灭 那也叫静誉 好 再来一切誉 什么叫一切誉 广求诸法 明一切誉 普法 那当然我们的誉也变普誉了 又求无边菩提 又叫一切誉 又叫一切誉 好最后总结的部分 总结的部分 出发心菩萨摩赫萨 欲分别了知此诸欲网 故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那么法藏 探旋记有特别对欲网来做解释 什么叫欲网 叫难脱 如是罗网 鱼鸟难脱 用网子去捕捉 所以鱼鸟都难脱 那有种种欲网 生死难出 那此曰染玉来说 有种种的欲网 所以我们就 就生死 出不了生死 所以这以染玉来说 好下面这个叫劳碌玉 好 这个 这个是曰静玉来说 如是网 劳碌 就是去捕 就是我们把它顺着解释好了 为起静玉 陆诸有情 所以这个欲网是静玉网 要捞 把有情我们众生去捞捕 捞捕出来怎样 令出生死苦海 那么夏文云 智慧王所说 欲为诸法本 应起清静玉 自求无上道 这个是死回相品里面的文 这个下次我会再给同学看一下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叫隐应玉 是约玉体来说 如地网差别 那刚才讲的这个是染玉 这个是静玉 他现在告诉我们 染静等玉 交涉无外 重重相入 故云网也 所以这个网不是一个平面的网而已 还重重互射互入 重重无尽的网 像樱陀罗网一样 说玉网也是这样 所以他说此约玉体而说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讲了四个玉 四个玉 那么下次呢 应该可以把它讲完 那我们有功课的 功课就是把出发心菩萨功德品 从长行到寄送 把它完整的读一次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 谢谢同学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